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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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做蠔仔餅 台灣的蠔仔餅 如果有香港的朋友吃 就有蠔仔 有蛋 有皮皮 鼻涕和口喺 easung 那些就不太多人喜歡吃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改良少許 還有沒有那些夾夾的材料 例如板和蠔 首先你洗乾淨的蠔 接著就要 煮乾淨 其實蠔的水 如果有的 你就可以留待它 沒有就不用了 好 原來只有兩滴 好 好 那這個就要 泡粉 另外呢 我們要打蛋 打蛋 先打蛋 大概三隻 再加 各位台灣的朋友 我在做這個 鵝沾 但是呢 不愧有那個 滑滑的那個東西 因為 就是你們也知道 很多老外啊 或是香港的朋友 也沒有很喜歡這個 滑滑的東西 真的很像VT 真的 哎呦 不好意思 好了 這邊可以用 番薯粉 又或者 粟粉 用來泡粉都OK的 泡粉就很簡單的 拿去一下 平均一點 每一隻都有 這樣就可以了 平均一點就可以了 不用說很多的 那這個用來做什麼呢 它們主要呢 就是用來 封住一些味的 不需要太多 太多呢 它就變成好像一片片的糕 好 無論如何 煮到油 煮到油 我們呢 煮均了一個水 然後就放在這裡 然後剛才呢 那粉的糕呢 就可以放進去浸 這個蛋呢 就可以煎了 不要浸浸 不要太多了 不要緊 好 然後放進去 嘩 好像太多了 哈哈 不要緊 太多了 我待會再煮另一個味道 好 好 就盡量呢 啊 放鬆一下 一點點 如果剛才呢 蠔的那個有一點水的話呢 可以倒進去 好了 這個細火 就蓋一蓋 煮它一陣 差不多了 嘩 聞到一點點 哦 動動的 喂 你讓我動一下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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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動到 哦 今天呢 還有呢 反轉它煎 反轉它煎 很簡單的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拋它 但是我又不太敢拋 這個鑊 就不用太多次 力度呢 我都不太黏 所以呢 我還有最老的刀 方法 最老的刀是怎樣呢 先將它吸蒜 它 其實是一陣子粗魯的 可以 鮮明一點 反轉它就可以了 哎呀 哇 像半刀一樣的 好了 接著呢 又煎回去 這樣就很完整了 然後再煎 好了 那就差不多了 用來熄火啦 熄火呢 我會把一個靚仔樣子 這個 蠔多一點 是不是 幾溫的油 好了 這個呢 就是改良了之後的 蠔仔餅 就沒有那些結痰痰痰 一片片 鼻涕的那些東西 嗯 好了 這個蠔餅呢 那整個蠔啦 那整個蠔啦 是